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是關於雙眼皮的 眾所周知,我的雙眼皮都很傷和深刻 但是這位先生呢 他的雙眼皮是不知去了哪裡 長期都消失了 你不用頂了,沒有的 所以今天想幫他嘗試重現雙眼皮出來 就做了這個惡整男朋友雙眼皮系列 我們今天會用到的產品 就是iTalk他們提供給我的 這個iTalk第一代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了 小時候就聽過它的名字了 真的很經典,很經典 其實我不是不需要用的 當我的眼皮變成三眼皮甚至四眼皮的時候 都是要用一些雙眼皮的產品 變成一個正常的雙眼皮 iTalk這一個簡直是日本液體雙眼皮產品的第一位 他現在就伸出了一個新的 是物理系的 Hybrid Film的雙眼皮膠水產品 我們今天就會嘗試用舊版和用新版 看看哪一個是明顯一點,好用一點 首先我們用它附送的丫叉 量度一量我們想要的雙眼皮位置 然後均勻地塗雙眼皮膠水上去 我們等它乾乾 由白色變到透明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用丫叉 把雙眼皮塞一塞進去 它就會好好的黏住了 你見不見到啊 見到了 看到尾部還差一點 所以我們就用丫叉尾 捉它進去 就可以做一個很自然的收尾了 嘩,好美麗 對呀,這個就是雙眼皮 好,我們這隻眼就用了傳統的 iPod這個雙眼皮膠水 就做了這個效果 你覺得這個效果 是否自然 都自然啊 大王居 雙眼皮的樣子很好笑 有沒有滾滾有神啊 那其實你自己覺得 男者的角度 是不是很容易用啊 都很容易用的 是不是沒試過用這些產品呢 是啊 有沒有自暖了 這樣有沒有 那另外這隻眼呢 就會嘗試一下 用我這個 沒用過的產品 Hybrid Frame 這個液體的雙眼皮膠水 來試一下把它 可以變成一個很自然的雙眼皮 就好像這一邊一樣 一樣都是用它附送的小工具 量度一量我們想要的雙眼皮位置 然後就塗上雙眼皮膠水 其實有什麼分別啊 兩隻產品 哇,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呢 幫廠商問的 這個Hybrid Frame 是Centric的 它是超級無敵快乾 比起剛才舊版的iTalk 應該吹多幾秒就已經乾了 好啦,你試一下眼睛 嘩,它真的不用刺啊 對 嘩,好神奇啊 然後它覺得如果你的效果不夠 可以自己調校一下 刺一下它進去 嘩,好神奇啊 這件事超級神奇啊 這件事 你不覺得很厲害嗎 對啊 嘩,好神奇啊 那我的眼睛有沒有大了很多 哈哈哈 你自己覺得自己很漂亮 因為呢 這次也是我們第一次用這個 Hybrid Frame的雙眼皮膠水 嘩,好神奇啊 原來是不需要用一個壓叉去調那個雙眼皮 你是第一次去測試雙眼皮位之後 你就塗上去 然後你等它乾了 我想大約20秒左右 什麼都乾了 然後你一擦大眼 就已經變成一個很自然的雙眼皮 其實兩邊都很大分別 不過呢,這個Hybrid Frame的雙眼皮膠水 因為它是很快乾和很快凝固的關係 但是呢,你千萬不要打開它那個蓋子很久 記住,如果不是裡面呢 就浪費了 哈哈哈哈 你以後看到我會不會都是偷偷地用 哈哈哈哈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個 內雙眼皮小脂變花美藍的 惡整男朋友系列呢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都喜歡類似這些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